就知道叔叔你也听不懂 反正我和成城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而他世世代代都是我的成城 和你那个连城公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与连城的感情 岂是你所能奇迹的 电视剧《双世宠妃》正在热播 话说女帝的身份逐渐曝光 她就是曲香谭 生性残忍的她想从曲小谭那边夺人所爱 强行占有莫连城 只可惜 无论曲香谭如何作妖 连城的心始终是属于曲小谭的 即便她暂时无法恢复记忆 但莫连城也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注定是要跟曲小谭永生绑在一起的 没过多久 莫连城在曲香谭逼问她曲小谭真实身份时真情流露 表示不管小谭是谁 自己都要跟她在一起 听话曲香谭直接气到吐血 恨不得把曲小谭立即斩杀 但出于某种必要原因她没有这么做 但也不能让小谭好过 只见曲香谭狠心下令 指责曲小谭冒充冬月公主 将她押入了天牢后审 狱中曲香谭本想嘲讽一下情敌 不料却被曲小谭怒对表示 莫连城世世代代都是我的 永远不会成为你的连城公子 而且就算她是 你这种前女友不要也罢 一番话瞬间让曲香谭破防了 果真是输不起啊 就算你帮走 我能不能让你帮养 我儿子的味道 我能让你帮你帮助我 我还认为你帮我 不红樹上的 我也没在乎